欢迎来到今天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今天这个路德视频之北极局势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美东时间7月22日由我跟林女士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都知道北极呢真的可以说是很美对吧 那里有北极熊 然后呢上面呢有的时候呢又有极光 而且呢还会出现极昼极夜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极力气候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北极啊可能就没有这么美丽了 因为呢这中俄已经盯上了这块地方 然后呢美国呢也肯定会急速加入 因为我们从这过去的这个路德社这个节目里面也讲过 实际上呢这个地球的美国 实际上这个美国啊这个北极的这个地球 这个各个地方啊大家都是要争夺的一个点 那么这过去呃过去我们有 比如说有南极对吧南极有科考队去了 然后呢其实大家都是各怀鬼台的这个跑过去对吧 那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地球的地球资源的争夺 以及这个话语权 那包括这个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吧 那这两个海洋那成为了这个所有军舰以及是这个潜水艇的一个一个振夺点 那现在呢就还剩一块未开发的地那就是北极 北极之所以过去难开发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科技不够 那所以说呢这个你这破冰船过不去 那现在自从能过去了以后呢 哎这个中俄啊 他就利用了你说美国这个监测监测能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啊 他就可以可以加入 当然我并不是说帮着这个美国说话 说美国如果控制北极就一定这么好 但是呢如果利用如果落到了这个中俄手里啊 那一定就不会干好事 虽然说啊我们只能说从过去的证据上来看 如果说北极真的给他开发了对吧 那以中共我们对中共我了解 那一定是派出大量的对吧 一些政治犯对吧 跑过去说做什么北极大开发对吧 那过去西部开发不就这么玩了吗 那当然还有可能派出什么少数族裔对吧 那又成为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压迫少数族裔地方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北极的这个争断 很快就引起了这个路德以及雷们的注意 那现在呢这件事情呢就真的发生了 我们看美国在美国过去说了些什么 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俄 他到底也做了些什么 好我们先看几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呢是说美国警告中俄 在北极地区的一个合作 那这个内容呢 差不多就是 这个美国国防部啊 他警告说这个随着气候变化 使北极地区面临海上航线的资源 更加激烈竞争 中共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将日益增强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紧接着当然美国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那么我们看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 联合早报报道出来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将扩大北极的军事准备 对抗中俄联手对吧 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这个举措呢肯定是 你看他说是2024北京战略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果说这个战略是大概布置两年左右的话 他是2024推出的话呢 他其实实际上就说明 他的这个战略啊一定是临时颁布的 也就是说他们过去啊 可能对北极地区这个问题啊 他没有了太深入的这个调查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还很慢 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呢 中国能够共同联手 共同联手干什么呢 那就导致就使了这个北极的这个 中国对北极的这个入侵啊 就成为了一个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以俄罗斯的产呢 他不可能也产出那么多破冰场 他有那么多人力 那谁可以做到呢 那就是中国国 那么那么但而且呢 另外一点呢 就俄罗斯呢 还有一个优势在什么 他对北极了解对吧 你看他那个西伯利亚地区那个北构 还有那个他整个那么一大块圈 他的这整个这国 大多数是在北极圈里面 所以说呢这个 可以说啊 这两国去合作的话呢 美国会非常麻烦 一方面呢是 是这个俄罗斯他过于了解 中共可能能够提供资源 但是呢美国呢 他有他的优势所在 那么他有他的这个 可以说他有他的这个卫星啊 数据通信啊 而且呢 加拿大也是在北极圈里的 那么还有当然 还有北约的这个丹麦啊 还有北欧各国 这其实实际上 最近这个北欧地 北欧国家 加入北约呢 其实也是 对这件事情是有利的 好那当然这个VOA 也对这件事情 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 那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 我相信林女士啊 也肯定跟踪这个路德社 跟踪很长时间 虽然说这个台湾跟这个 北极的气候 肯定是南渊北渊 但是我相信 这个所有台湾人都听过 这个张绍涵 这个欧州拉这首歌 可能对这个北极 也充满憧憬 那你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是 我比较不太了解 流行的音乐 不过对北极的这个局势 倒比较关心 因为之前路德先生 在节目当中 其实已经有 非常详细的披露 俄罗斯对于北极的 整个能源的掌控 是极其强烈的 尤其他的天然气 跟他的这些 铭矿的资源 其实占了他们的 产量的四分之一 据说是可以拥有全球的这种未开发的这些矿产的这种天然气 还有石油的 大概有四分之一这么多 那如果说他的量这么大 包括石油还有各种矿产 那他这个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的话 那俄罗斯对这个部分是极其重视的 尤其俄罗斯早在 一二十年前 其实对于北极的战略部署 包括核潜艇的部署 其实是不遗力的 那这些其实早就让北极五国都非常的紧张 那也一直跟美方合作 所以美方在北极的部分 像在挪威 也有美军的这些战略的基地 那也有美军的核潜艇的部署 那当然破冰船是数量没有像俄罗斯那么庞大 那尤其中共国这一两年一直不断的在加速 他的除了核潜艇的开发 还有各个不同军舰的这种像下水脚这样子的制造出来以外 破冰船也是中共国非常重视的一个船种 那他在北极的部分 他就是挟持着这个借着俄罗斯的这个军力 还有他的在北极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的这种生物发生 就带着中共国一起在北极做了非常多的科考的这种中心 那这种中心这种布点 其实都让中共的这个手能够得以伸进到这个北极的各个不同的地区 我相信包括在槟城底下 其实都有很多中俄联手 对于整个海底的这种生纳地形的探索 跟整个科研 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会用在军事战略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是相对琢磨很多的 那尤其是中共他们对于整个北极的开发 其实是极为重视的 那一般像在整个尤其是现在的主流的媒体 其实都比较少提到北极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做节目也有提到 在五月大概五月初五月中的时候 整个地球的气温的忽然皱热 然后让整个北极的温度其实也 有的地区居然可以达到三十几度的这样的高温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在过往是不可思议 居然在北极圈这个地区会有这样子的温度 那这样的温度我记得好像是在瑞典 那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北极的这种可能的迅速的融化 所带来的产业的利益 包括这种航道的利益 你看我们之前有讲到如果从东西伯利亚 然后以这个俄罗斯的它的地形地貌去航行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航运的费用跟日期其实会缩短比二分之一还要少的天数 那这个对于中共还有俄罗斯在运输这一些石油 或者是其他物资被军需到其他各个国家的时候 其实整个航运的这个缩短其实是对中俄非常有利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对于美国的威胁其实是更为巨大的 除了是对美国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国防的部分 也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北部北极地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空旷 然后是一大片的森林 那在这个部分如果说人少又非常的很少人会去这个地方活动 所以如果说加拿大在这方面的军备军力不够 还需要美国来做一个防备支援 那美国他在全球的整个布点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会分散他的军力的 然后他也会除了这个北极有中俄 你看他那个破冰船 还有他的海底的那种核潜艇 可能会从北极的方向到阿拉斯加的地方去威胁美国之外 在南部我们也知道那个墨西哥 还有南部的这个非法这个走线 然后对于美国南部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就形成一种南北夹击的态势 就是从这一些新闻当中 可以去看得出来的这个地形低猫当中战略的变化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如果说美国再不赶快出手 对于中共的第一他的经济货币 非常快速的这种展立决 然后再来第二就是对于整个 这个根源邪恶的根源就是西谱去进行出手的话 那么在一直不断的放纵 他们有时间有余力来忽悠 然后来做运作 然后做那种隐蔽工作的话 就会像越南这样子 很快的你不知道哪一个战略要点 又会被中俄联手拿走 而这个他们的这一次的态势 感觉起来是气势汹汹的 而且是非常除了相当隐蔽之外 当他出手的时候是快很准的 这个也可以从在越南的这个政治体 这个政局这两 这一两个礼拜的政局当中可以看得到 那不要忘记了在包括马尔地夫 他也已经把印度的这个军力给赶跑了 然后太平洋除了所罗门群岛之外的其他群岛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不断的死咬跟布点 那在这个地方他也都是在跟英美 做一个在太平洋这一个岛屿的这种角力 我相信当然除了英美 还有一些法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但是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 中共国他用隐蔽的这种力量 然后不为人知然后偷偷摸摸 然后在忽然的一举拿下这个国家的政权 这个都对全球包括对自由价值体系联盟的 整个印太战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那这个就是从北极的这个新闻当中 一眼串看到全球的这种战略态势 感谢林女士的精彩分享 好那感谢林女士的精彩分享 刚刚的林女士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 就是说这个北极的战略地位有多么重要 和这个美国和中共国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要展开激烈争夺 以及美国为什么要要及时必须要及时出手 以防这中俄邪恶这个扩大化 那当然了我这里后面就简单解释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资源 按理来说呢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 对吧 那我们肯定有些人会质疑说 说我们这个解说不公平 凭什么天天向着美国不向着中俄 对吧 那中俄人家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发展 对从道理上来说呢 这么说呢没什么错 但是呢我们一般一般讲呢 就讲实际意义 就是说什么叫实际意义 就是说他们真实的是在干什么 而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表面上是做什么 我路德先生呢 之所以之前不解释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废话 那要这还不理解 那还听什么路德社对吧 他肯定是这么去想问题 但是呢我知道 那个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观众啊 一上来就可能这个 这个就能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而再加上呢 我们中共国的这个观众 就中国出来观众啊 还天天要被这个中共洗脑 所以实际上呢 主要问题在于哪里的 这个问题就在于地球的资源 确实按理来说应该是平等 但是它必须要掌握在你能够合理利用它 而且是造福人类 并或者我们不求造福人类了 我们至少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不要干扰人家使用的这种 这这个这种呃 态度对吧 那中共国我们都懂啊 那只要一站一块地一定是自古以来 北极上面挖克他可以明天对吧 那个藏个竹点在下面 第二天就说自古以来 这就是我们一个地方对吧 啊你们就不准进入了 那中俄他就是这个玩法 而且呢 我们从这个历史上也能分析啊 啊 虽然我不想谈古论经对吧 谈古论经这个有点low 但是呢 我们确实从历史上可以看到 那蒙古当时为什么 那个当时可以在那么快就征服欧洲 而且呢 进行了如此邪恶的血腥屠杀和征服 那他当时一个很关键一点 确实是因为他当时资源也掌握得很好 他一路打过去啊 都是可以以战养战 而且呢 尽量的把这资源控制 在他自己手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年这个科技不足啊 当然这个也怪这个欧洲啊 他这个中世纪也进行的太长了啊 这个 因为这个资源啊 那当时呢 因为科技不足啊 科技不足 所以当时最大资源是什么 就是粮食啊草啊 马啊什么这种东西的 蒙古他就做的很痛苦 你看这个 这资源掌握在蒙古手里的时候 你看他当时能干好事吗 他就不会干好事对吧 因为这就是有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民族性 和以及他的这个 当时这个蒙古 他这个统治意识形态 就导致了 他们当时是不会干好事 所以说 那你要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资源掌握在手里 不然的话 中俄他一定会想办法 拿这个资源就 肯定就侵略你 或者要么就给你关 关过去对吧 这是我对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就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美国啊 一定要想方设法 去跟中俄对抗一个 一个看法 对于这个林女士 您有没有什么补充 是 我想补充的就是 为什么 说北极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像在欧洲 其实真正的像 你看中文国 它有文昌的卫星发射中心 还有文昌卫星发射中心 那在美国我们就知道 有几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些太空航太的这种 卫星发射中心 但是在欧洲我们会看到就是好像并没有这样子往这方面去发展 但是在下一世纪或者是我们即将到来的我们本世纪 也许就是在过几年对于整个太空的发展是非常的需求的 所以欧洲像在瑞典 它在前两年就开始开发了欧盟本土的首个卫星发射场 那这个就是对瑞典来讲是非常重要 也到包括对于北欧五国 包括对于北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知道前一阵子有新闻就是说 瑞典它抓到了中共的间谍 它就是要来探取这个瑞典 它建构这个卫星的这些所谓的数据 还有这些情资 那这个也都让我们去了解到 为什么中俄对于北极 北极五国 包括对于北约它发展北极的这一个军力态势 他们是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在乎 所以当瑞典它对于这个航太航空的发展 以慢慢慢慢出行有规模 而且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那瑞典也跟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 它有做进一步的会有Fireflyer这家公司的 这个Alpha的火箭 它将会在瑞典的这个航天公司去做发射 那这个的话就是会从2026年开始 那这样子的新闻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是从中国内地 他们是非常在乎全球哪一个地区 或者哪一个国家对于航天航空的发展的速度进程 也许会超过中共国 那这个也都是让中共国担心害怕的 所以当美欧对于包括跟欧洲美国北约这一些国家 他们对于历史性的合作往太空发展的时候 这也就是中俄最害怕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整个自由盟国跟极权国家的互相竞争当中 我觉得这个速度跟角力的这个背后的这种 我觉得速度是不能慢的 也不能当然是会因为各个 因为自由国家会因为整个选举的关系 或者是政党换代的一些民主体制的关系 所以会延宕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计划 但是极权国家他是不会这么去看的 他只要有机可乘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夺取全球的资源 以利他自己的太空发展 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一定要非常集体的 萨特希先生谢谢 好 不好意思 刚刚忘了那个开进音 那非常感谢这个林女士精彩分享 那么她的这个分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知识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点赞分享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节目呢 也无所谓 那么你可以 即刻你可以忽略掉我们的段话 也可以只听林女士的 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去这个听路德社节目 所以呢 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路德社的这个会员 好 那么今天节目就这么结束 再见